在中國縱橫八方的鐵路網上 朱德號機車始終在奔馳前行 幾十年來 無論是在解放戰爭中 三下江南 四堡臨江的炮火戰場上 還是在新時期鐵路發展中 始終傳承和弘揚 趕挑重彈 永當先鋒的精神 1946年10月 哈爾賓機武段的工人們在死機復活運動中修復的1083號蒸汽機車被命名為朱德號 73年來 朱德號見證了中國鐵路由小變大 由弱到強的發展歷程 先後跨越蒸汽 內燃 電力三個動力時代 歷經5次喚醒6台機車 2017年 朱德號機車告別71年牽引貨運列車歷史 開啟牽引哈爾賓至北京旅客列車的新征程 新人 新車 新交路 如何延續零故障的光榮歷史 是擺在全新的朱德號機車組面前最現實的挑戰和考驗 2017年12月1日 我從上任司機長的手中接過了歷史的截律棒 成為了咱們眼前這台車的司機長 當時我是感覺到身上的壓力重大 因為咱們這台機車即將面臨著喚醒 而且涉及到鑽港 貨車 轉變為客車 這對於我來說也是非常大的挑戰 但是面對朱德號的這種精神 我們沒有猶豫 為確保列車停車標位置 保證機車出庫 轉線 連掛 萬無一失 朱德號機車組成員手拿捲尺 多次徒步在北京 哈爾濱等站測量 將可能影響安全的28處風險點記錄在案 熟記於心 在模擬機上反覆練習操縱 我們傳承著朱德號老一輩人的精神 之前我們的精神是感求中斷 勇當先鋒 始終73年來 我們也是踐行著這份精神 到今天我們第六次換行 換為核業電三第186 眼前這台機車 我們把這種精神更好地發揚下去 與老一代朱德號人相比 現在的機組成員敢於製造 善於創造 據統計 朱德號機車組堅持開好安全車 品牌車 與宮南關解難題兩手印 技術創新成果多達200餘項 截止到目前 我們朱德號的創新成果多達200餘項 這期間涵蓋了美任創務員的心血與創作 我想這與我們朱德號的精神感調中斷 勇當先鋒是密不可分的 也充分地提下了我們朱德號創務員 對朱德號這個班組 對這種精神的執著 為鐵路運輸也保證了安全 截止目前 朱德號機車以安全行駛950萬公里 70多年來 零事故蓄寫著開路先鋒的嶄新傳奇 讓趕挑重彈 勇當先鋒的朱德號精神在千里鐵路線上持續傳承